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所谓餐桌菜单论引发岛内舆论关注 不少岛内网友忧虑感慨台湾不过是美国菜单上的一道菜 此前美国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指出 一些国际专家也认为在他们所处的国家和区域中 美国被视为台海形势紧张升温的关键因素 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表明国际社会日益认识清楚台湾问题的本质 也看清楚破坏台海稳定的是台独分裂势力 以及企图利用台独遏制中国发展的外部势力 所谓挺台实则是害台毁台 历史和现实已经充分证明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任何对台独势力的纵容和支持都是破坏台海的和平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现在开始不再相信美国 因为他们已经看清楚美国任何时候都是以自身利益为优先 台湾对美国而言纯粹只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 所谓挺台实则是害台毁台 台湾随时可能会从棋子变成棋子 大家可能也都关注到2月24号 东部战区发布了一则海报回家 海报当中有四句话 小手抓大手携手出火坑 点灯去恶魔回家才会赢 这四句话非常明确地说明了一件事 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 我们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和广大台湾同胞 和我们一道共同地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共同地守护两岸同胞安宁生活的和平家园 这才能给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福祉 感谢观看